大家好,这里是穷色几欲,一个流不开钱的频道 全日本现有1亿2000万国民 65岁以上高龄人口占了3600万 这个不断老去的国家 衍生出许多极端现象 像老年人孤独死的议题 安养、照护人受不足的困境 与此同时,却有一群人虽然辛苦却很少得到关注 那就是卡在中间 上有高堂、下有儿女的家庭照护者 在辛苦工作的同时 他们还得担负起照顾长辈的重任 对于时间与金钱都是极大的考验 日本作家小伟沙罗就将自身经验写成一本书 内容实在太过真实 引起日本民间的热烈讨论 本期一片就要来看看 钱先花光还是命先没了 这本书究竟说了哪些真相 我们先从小伟沙罗的故事说起 现年60多岁的他 过去曾在东京的出版社工作 在职场打滚25年后 一天他突然接到一通电话 当时的小伟还不知道 原本平静的生活即将迎来巨大转变 原来小伟在亲业性老家 高龄90岁的母亲因病住院 在返乡探病的过程中 小伟顺道回家一趟 但一推开大门 一张恶臭扑鼻传来 映入眼帘的是满地的垃圾 以及大量半腐败的食物堆满厨房 原来小伟的老父早已多年必不出户 老母亲生病后一人难以应付 却又不忍女儿担心 才始终没有透露真实的情况 小伟当下立即决定 辞去原本的工作 搬回老家照顾长辈 但他后来才意识到 要照顾的对象不只是父母 还有高龄80多岁 且膝下无子的遗障姨妈 在小伟过去的想象中 居家照顾最艰困的部分 大概就是上厕所与帮忙洗澡 但现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小伟家中四老都必须定期到医院回诊 光是这点一个月就占掉小伟至少十天的时间 与此同时 家中长辈的相处更充满摩擦 老人们的判断力与理解能力都双双衰退 对情绪的控制力下降 早已无法正常沟通 对子女来说 这不仅带来巨大的情绪压力 还有对亲子关系变调的感伤 经过一段时间的高压相处 小伟决定放自己一周的假 来上一段小旅行 他坐在火车上 回想起小时候 年轻的爸爸开车在全家人出游 妈妈开朗的个性 让家中充满欢笑声 然而 随着长照时间拉长 小伟发现 父母年轻时的身影逐渐模糊 现已转变成男产老人的形象 随着日本高龄人口占比攀升 类似的情形已是中年世代的常态 当地虽然有长照体制 但无奈需求太大 供需严重失衡 为了减轻家庭照护者的负担 日本政府推动长照保险制度 40岁以上民众共同承担保费 支付一部分高龄者的照护费用 在申请的流程中 地区支援中心的长照专员 会先来家中面房长辈 第二部则会纳入医师评估 除了判定长照等级 还会透过医诊 将长辈实际的身心状况 转之给负责照顾的晚辈 像小伟就是从医生的口中得知 爸妈情绪失控的情况 可能就是失智症的症状 日本虽然有长照保险 但想入住安养机构 开销负担仍十分沉重 当前该国有一种相对平价的机构 名为特别养护老人之家 但因为收费低廉 人们必须排队等待入住 在小伟口中 一般人想排入空房 比重乐透还难 对于没有幸运中奖的民众来说 他们就只能寻求付费的安养院 每月的收费大约20万日元 库除年金后 一个月还要自费支付10万日元 随着人民的寿命增长 在安养机构的居住时间也拉长 当年金与存款已无法支付时 便落入照顾破产的困境 当前日本的长照安养机构 人力也十分不足 按照后生劳动省2023年的数据 日本超过75岁以上的人口总数 首度突破2000万门槛 但安养机构的薪资偏低 劳动环境不良 却常年呈现缺工的状态 由于日本法规 严格规范了人力配置门槛 一个单位能接纳的张哲人数 取决于照护员的数量 因此当前有许多安养机构 明明就有空房 却因为人手短缺 而无法让老人入住 如果不想入住安养院 还有别的做法 当前日本许多高龄家庭 也会聘请居府员到家中分担家务 然而当前日本居府员 也正面临高龄危机 每四人就有一人超过65岁 这背后的因素也要回到供需原理 这种工作又累又不讨好 同时薪水也低 还得面临巨大的身心压力 自然很少人愿意入行 虽然困难 但凭借长照保险 许多日本家庭 还是能有一定的经济缓冲 然而从小伟亲身经历中 我们还能发现 经济压力不是唯一痛点 照顾高龄长辈 还有更多难题 以小伟来说 不管是爸妈 还是一丈一母 这些老人在生命伪生时 家中的状态 通常都非常糟糕 各种垃圾 各种食物堆满家里 光是其始的轻运 就是非常大的工程 而在垃圾轻运之外 小伟还遭遇到第二大难题 老屋处置的退场机制 根据日本总务省 2023年的数据 该国空置房屋占比 飙高到一成四 创下历史新高 而小伟在处理 一丈一妈的财务时 便碰上难以处理的老房 当时一丈一母 便逐渐丧失行为能力 小伟便协助办理税务 其遗产继承事宜 而它第一个遭遇的问题 就是房产的限制非常尴尬 这间房屋建造于40年代 至今已有将近百年历史 屋况相当糟糕 如果按照公告价计算 土地每平的限制 只有5万日元 相当于建筑拆除的费用 也就是说 即使卖了土地 也才刚够支付拆除费用 如果还有其他支出 这栋房屋根本资不抵债 第二个问题 出在房产所有人的转移 这间房屋一直都登记在 遗仗早已过世的父亲名下 由于当初没有办理更名手续 加上日本迟缓的行政效率 如今处理起来就异常困难 以上状况并非个案 光是小伟身边 就有一堆类似的案例 他老家镇上许多房屋 现已控制许久 却始终没人稳稳 关键就在于 法定继承不止一人 所有权不清 加上房地限制 低过拆清费用 这些非常复杂的问题 除了房产 小伟还遭遇到另一个困难 按照日本当前的规定 75岁以上年长者 每天在ATM汇出的上线 只有20万日元 知道法令的用意 是降低年长者 被诈骗的损失 但如果遇上安养院 或住院医疗等开销 原本美好的防范机制 就大大增加亲属的困难 特别像小伟一人 要对上四名老人 每天光是体力问题 就让人又累又烦 小伟也曾想过解除上线 但规定必须取得 账户本人的委任声明 许多老人早已罹患失智症 在日本保守的官僚习气下 不少家属根本束手无策 当前的日本社会 存在普遍的高压照护问题 甚至常引发家庭悲剧 许多年轻人 长期独自照顾长辈 往往导致身心俱疲 或甚至出现精神的问题 进而发生令人唏嘘的社会刑案 事实上 长召杯歌 早已不是日本独有的现象 在台湾或邻近的南韩 都常发生类似的试青事件 细看背后脉络 常让人发现 悲剧中根本就没有坏人 总结来说 小伟这本书揭露了日本社会中 日益常见的两大课题 在高龄年长者 比例不断攀升的当前 许多家庭都正渴求更多支援 其次 每个人都会变老 该如何有尊严地 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 尽量不带给家人困扰 这个问题 朋友们心中是否有答案呢 好了 这集的重奢就到这里 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朋友 不妨在下面留言 聊聊你们的想法 喜欢我们的话 可以加入频道会员 除了可以使用 可爱的重奢军贴图 还能支持我们维持日更创作 期待你的加入 拜拜